记者姚介修桃园机场报道,针对1222桃园机场二级航夏大停电事件,桃园机场公司总经理萧登科今天下午指出,对于机场相关单位应停电受到影响,桃机深感歉意,同时将对长荣空除新建工程出包,桃园机场受牵连跳电发动求偿。 据调查,据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夏东北侧一公里处的长荣空除新建大楼进行送电作业时,因新建高压配电盘突然短路,高达24900安培的瞬间短路电流远超过桃园机场公司设定的15000安培保护跳拖电流,造成桃园机场161000伏变电站高压配电盘保护开关跳拖, 致使同一供电回路的机场第二航夏部分区域及中华航空修护工厂与华储公司都受到波及停电断变。 虽然启动紧急应变,但仍影响让千旅客烟雾五架离近扳机,对此突发状况影响桃园机场第二航夏地下二楼美食街心理处理厂。 三楼出境大厅报道柜台及安检区域,三楼出境长廊等处,机场行李分检系统,FIT系统,出境行李输送带及转盘,升降设备,旅客自动电车输送系统等设备也受影响。 统计从10时45分至14时止,陆续影响航夏内部约2400位旅客及接送机民众,除由各航空公司安抚说明外,机场工作人员及保全役全力维持致势并协助引导致临近餐饮休息。 区域本事件共导致延误航班5班延迟时间15至30分钟4班,48分钟1班即957位旅客。 第二行下部分区域停电后,机场公司立即紧急应变,机场核心设施的行李资讯系统,管理资讯系统,移民署证照查验及机场公司中控系统等营运安全设施都立即启动不断电系统供电,并于5分钟内紧急发电机供电,切换位备员回路,提供行物管理,行李处理,飞航资讯等系统所需电力。 机场公司也动员全部能量排除故障,但考量整体安全性,采取分区域逐项系统与设备复电,作业程序虽繁复耗时,但也确保复电后置供电稳定无余。 针对该企停电式建造,乘航班延迟及旅客权益受损之情况,桃园机场公司将协调航空公司就向光球长事项提供必要协助, 并已于25日发函长荣空除要求负习应有持相关赔偿责任。 另外确保桃园机场供电安全无余,将就供电策略进行调整,提升备员系统效能,将机场内独立申请用电户与机场营运用电做适度隔离, 确保不受其他用户端电力故障影响,避免停电情况再次发生。